外资是最大的股东嘛 所以有时候他会操纵啊 他土地为目的 那他会看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 政绩情况 他来做他自己的一条对 外资阴谋论再起 因为核四停工后一天 28号得意志 美龄都说影响不大 美龄还持续看好台股 9300点目标不变 但是29号摩台结算 外资拉高结算获利 马上从连续26天买超 转为卖超14亿 30号再度出托30亿元 瑞幸郑政追加报告就警告 核四停工将对台湾的财政 贸易顺差 经常涨盈余等等 会有负面影响 拖累30号台股 灌破8800点整数关卡 下跌80点 收在8791点 那你下一周或5月份来看的话 我想大家还是留意看看 法说会有没有比较利多的题材 如果他们能够比较乐观表示的话 我想对外资有看到9300的看法 可能就比较值得期待 那如果他们没有很明显乐观的看法 那再加上如果高价股又出现休息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横盘整理的格局 不只大盘 电子股也出现两面手法操作 可承30号股价重挫跌停 但其实瑞幸 里昂29号还分别将可承的目标价 调升到315元以及346元 但29号已经开始卖超可承 古后汉维科30号重挫6% 更因为花旗证券对汉维科开出降频的第一枪 平等卖出 目标价从1330元大幅度下收到865元 同样也被外资拖累 专家点出外资见风转过 是因为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会议 结果将在台湾时间5月1号凌晨2点出炉 市场预期 联准会将连续第四次降低购债金额100亿美元 每个月购债规模预估降到450亿美元 将成为近期国际股市的不确定因素 因此近期投资人对于外资报告 得要提高警局 记者刘一芳 谢永翔 台北报道